中间的最狐狂 最大的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可能是 越南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帮我翻译 如果没有 那我就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来讲讲话 我们希望 这个三十七年 已经停了好像有三年 三年 那这三年来啊 这个是我们第一群人的 因为有疫情嘛 我相信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啊 能够蒙阿弥陀佛大使大悲 建议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因为我们的真正心嘛 所以佛陀在经上有讲过 一切功德都是从一个清诚心而生出来的 无论你选什么样的法门 无论你送来五经 里面来去佛号 里面来个心中 清诚心很重要的 所以佛要先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真诚心开始 而且这个真诚心不是对佛向你 是对你自己 对你一切造成 你那个佛才能够真正的一样 所以啊 学佛又懂得怎么学佛 才能够 不会误解佛教以为是疑心 才不会认为佛教是多手教 而且是最低的宗教 佛教是教育的 好的是教育的 他这个教育要先从哪里 从你自己做起 做一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我是一个真正的学佛人 我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 所以你只要能够做好自己 别人啊 看到你 他会跟你学佛 而且这个功能很棒 所以啊 学佛 不是别的 心 从自己 如何能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我们的过失 改变我们的毛病 改变我们的弱点 作为一个真正的佛的地点 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佛的人 就是这样 好 因为一切奉扬中 把奉扬回大吗 嗯 那这个啊 刚才有一位居士问我一个问题 等一下大概五分钟能帮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他说啊 我们念佛的人 还是要修布施吗 嗯 你们认为呢 还是要修吗 布施一定要修的 是否 这个是我们佛法第一个功课 这是我们佛法第一个功课 假如啦 我说假如 你有 如果你念佛 不休不失啊 我说你讲 将来你成佛了 第一个人 你可能会饿肚子 你相信我 就算你成佛了 你会饿肚子 你饿肚子 你怎么红法呢 那为什么乐图是能不能供养啊 你要讲经 没得及 你想要红法 很多障碍 念佛固然是好 但是如果不休不失 你不但没办法往生西方 这些世界里 你也没办法成佛 你不但没办法往生西方 这些世界里也没办法成佛 那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吗 你看哦 你看那个 《弥陀经》 《弥陀经》有一段经文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啊 它有一段经文 念什么 常与清淡 各与医葛 沉重的妙花 共养他方喜万一国 即时时还道难过 什么意思呢 这一段什么意思呢 你看哦 在西方几个世界 这句大佛上 他每一天首先要做的 常与清淡 就是凌晨五年到七年大概这样 做什么呢 去供养 去哪里供养 去十方诸佛佛去布施 供佛佛的福报是最大的 然后经佛开始是修智慧 所以西方几个世界 为什么那边的佛长会很快成佛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从哪里开始 从故事啊 而且你看我们看《地藏经》 《地藏经》总共有四三品 对不对 第六品 你看 布施功德品 第六品 《地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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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度第一条是什么呢 《地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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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有钱啊 要吃有吃,要钱有钱,要什么都什么 要大房子,要短房子,要睡好的就睡好的 你是不是在你的眼睛看得到的? 有没有? 有一些你看得到的,有没有? 有些出生人很凭借 有些下贱,是不是? 对于贫穷 有时候要吃很难,很辛苦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都是因 你过去中的什么因 你今生才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花 对,所以啊,要把四线讲得好 一字乃是无,今生做的事啊 对,所以啊,要把四线讲得好 对,所以将来你的人生是如何的? 不关别人,关你自己 没有把佛法修好 将来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也是你自己 将来你坐在地里,二维,畜生道 无法脱离三个道 也是你自己,不是别人 所以今天从故事,从故事开始 这个故事的意思呢,就是叫你神 叫你放下 放下什么呢? 你看你的内心 充满了什么? 自私自利 充满什么? 贪神痴 再加上外面的诱惑 鼓励又成名的利养 你不放下 将来呢,果报你自己之行的 所以啊,我们人的贪心 因为我们的欲望 永远没有吃处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我 要先从故事下说 它是一个手段 让我们不要随着这个欲望 因为欲望会让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 永远不会满足 你的贪心就起来了 贪心一起来 你的自私自利就起来 自私自利就起来 你就开始造 造了业 将来会受火爆 谁能够怪谁呢? 只有自己才能怪自己 好好修行 好好免佛 从这个故事 从哪里开始? 我喜欢基督人 我不想基督人 对不对? 特别是你生 不是你 那万年了 我希望基督人 我希望基督人 有没有基督过? 请准备 有没有基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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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基督都 twee 也會吃醋啊 對不對 讓他老公別人出去玩 我也吃醋啊 對不對 有沒有吃醋過 有沒有 有沒有啦 吃苦以為 自己承認才能夠懺悔嗎 在宵夜上 趕緊放下 把他故事出去 嘴巴喜歡講別人的過程 從今天開始 要講別人 因為自己也是很多毛病啊 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被人家說 Ê 妳呀 不好啊 怎麼樣怎麼樣 是有些難說嗎 是有些難說 寫火從這邊開始 好 從這邊地方 最後呢 所以啊 很多事情呢 只要我自己能夠 常常去反省 常常去剪刀 常常改過 常常改過 我們的前途啊 將來是一片的光明 跟別人沒有關係的 好好常常去改過 改變 好好聽 老人員 聽 老人員 聽 佛法 來改變 觀想 思維自己 所謂的求有不能 反求主己啊 常常常去改變 常常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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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最後祝福我們家 在這個佛陀 原有這個佛陀的時代 在這個末法時代 再加上 那些的煩惱 再加上 外面的妄誇 還是好好念佛 追求好好念佛 對 祝福大師 在這時期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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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祝福大師 希望所有人 在家 祝福大師 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 只有阿彌陀 我能夠靠著主的 只能夠靠著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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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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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各路的 對不對 他往哪里 我也不知道 將來我們往哪里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還是好好念佛 對不對 時間到 然後 不不不 所以 將來 時間到了 依據阿彌陀佛 跟著阿彌陀佛 做 比什麼更重要 照美的樣子 做美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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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都是假的 你看我們的身體也是假的 對不對 你看以前 十年前 過完的很帥 你的很漂亮 對不對 你看現在擺頭髮了 你看 這麼多了 開始衰老了 你看 哪一個是你的呢 是不是 是不是 身體 身體 也是假的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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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心裡面 都不愉快 放下 阿彌陀佛 回去老公罵你的時候 還是放下 阿彌陀佛 看到朋友 對你不高興 對你不好 還是放下 阿彌陀佛 都是假的 不要想太多 聽師傅的話 有空好好念佛 一起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功德 所以我們念佛的目的的手段 就是用這個文號 來幫助我們 恢復你的清淨心 這樣而已 所以 還是老實念佛 一切都是假的 無常 虛緣 只要你能夠把這個 事實真相搞清楚了 你那個心就平衡了 人家怎麼對待你 無論在逆境 觸境在這個 瞬間的時候 狂風大浪 你能心啊 永遠都是阿彌陀佛 沒事 將來 統生祈樂佛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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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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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請起和尚慈悲 開始頂了像300 大眾請起立 同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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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